哈喽我是Kai 今天又来分享 电鱼潘克2077的最新情报消息 那在昨天呢 也就是6月21日 官方宣布 这款游戏终于回到了 PS Store 从下架到现在应该有差不多 半年了 玩家完全无法从PS商店 购买到这款游戏 除非你像我一样 之前就买了 又或者是以实体版来游玩 不过在其他平台 你还是可以找到这款游戏的存在 Steam, Epic, GOG, Xbox 玩家限可在PS4和5 获取和游玩2077 此外 PS4版本 玩家将于2021下半年 免费获得PS5 次世代版本升级 不过还是没有一个确定的日子 目前使用PS4基础机型的话 还是有概率遇到部分性能问题 官方将持续优化在全平台的稳定性 所以推荐在PS4 Pro或者是5游玩 虽然说上架了 可是原本的PS4 嗯 感觉 玩起来 应该还是没有那么稳定 看到这样的情况 留言也是有骂也有赞啊 哈哈 这一个消息在一周前就有开始讲了 就是会重新上架 原因当时官方发布了最新的版本1.23 同样也是修复优化的东西啦 相信和之前都差不多了 这些内容 如果大家还记得3月尾的时候 这个1.2版本更新是最夸张的 光是文字都上签了 就是修复啊那些 后来4月14日1.21 然后4月28日1.22 主要是修改1.2版本之后出现的那些问题 所以从那时到现在又差不多过了两个月了 这段期间还是可以看到2077一直有新闻 像是这一个是说游戏出造的上市 但是还没有阻止到这个CD Project 他们的上层赚了一大堆钱啦 543的制作人离开公司 在这个职场霸凌的调查之后 看了一下大概知道是说 他被人调查有欺凌其他员工 虽然最后是发现不成立还是什么 不过这个人还是选择了辞职 那他一开始是2077的设计制作人 后来变成了游戏开发的副总裁 四个2077的诉论和拼在一起变成了一个大型的诉讼 之前都有一支在听到啦 就是被人家搞 因为这个游戏没有做到像预期那样 2077现在有一个新的游戏制作人 CD Project的boss讲 2077会继续就是做到我们承诺的 也是画饼的东西啦 所以大家看看就好 接下来这个有趣了 官方在2077推出前 自己就做了一个bug合集的影片 为什么会被人发现呢 因为就是之前整个2077 它的原始码就是出现在网络上 所以当中他们就找到了这样的影片 呵呵 看一看大概就可以知道了 游戏早期的样子 这些东西比现在的bug更有趣 哈哈 这个明显很讽刺啦 因为他们明知有这样的问题 推出前还这么有信心是说 这款游戏可以游玩啊还是什么 呵呵 哈哈 真的什么鬼都有啊 11分钟 我应该之前也有讲过吧 他们的原始码被偷 好像现在都一直有在网络上这个是说 所以对待游戏有没有影响 就不太知道了 今天分享先到这里 虽然说1.23 比起当初一开始 已经好了不少 不过我觉得 网络上那些玩家很快又找到 这个游戏还是没有修复到一些bug问题 呵呵 那113的时候 2077也完全没有消息 我觉得是好的 至少你没有在这个时候 突然公布什么DLC还是其他东西 继续进行修复 我相信至少要一年的时间吧 就是要到玩家满意的程度 嗯 大致上是这样 那如果这款游戏 接下来有更多新的更新 还是内容的话 到时再来说一说啦 好的感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 拜拜